一个小时可采摘一吨的水果 每个工作日采收可达60亩 这就是德国的水果采摘效率 在德国的大型果园 他们采摘水果完全实现了机械化采摘 用到的是这样的采摘机 那么他们是如何进行采摘的呢? 采摘机齐在果树两侧 利用里侧的镇扫装置 并且使用受控速度和频率的脉冲空气射流模拟风暴 这样就可以在没有物理接触的情况下摇动果树 从而避免对果子和植物造成损害 使得果子从树上分离下来 同时通过密集气流去除干燥的叶子核树枝 分离出来的果子掉到气动枕头上 气动枕头是由一种特殊的橡胶制成 充满空气 可以吸收掉落下来果子的能量 从而避免果子受到内伤 然后果子从气动枕头上滚到传送带上 通过传送带送入到存储框 据悉这种先进的采摘机一个小时可以采摘一吨 抵得上上百个工人的采摘量 就问你这样的效率高不高 有人会说 德国这样的采摘机太贵 其实对于规模化种植的农场主来说 虽然一次性买机器投资不小 但是从长远来看 比雇佣工人采摘还是很划算的 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工成本增加 我国的规模化果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投入到采摘过程 对于投资者来说 提前布局这方面的机器研发或者租赁 未来获得商业回报的利润应该是可观的 最后真心希望我国的专家 能虚心学习世界上的先进农机研发制造技术 制造一批适合咱们国家地形的好用实惠的农机 减轻咱们农业生产者的劳动强度 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 大家觉得有必要吗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